中华文明 人类归宝 如何复兴 教学为宪 这里是全球第一家 圣贤经典远程教育网站 圣贤教育全球同学网 涵盖如是道全部核心内容 十五大类纲目 一百余堂大课 古今万卷藏书 光大中华文化 天下学子向往 读书志在圣贤 恭请享誉海内外的老师 声作授课 深入浅出 破迷开悟 破迷开悟 尊师重道 念念不忘 导师慈悲教导 听心心愈飞啊 不出幸福万长 扯开心 被绝和谢 不死不放不相望 大方心心愈飞 网络教学,星星之火,传承中华命脉 千年万事,离不开圣贤教育 国泰民案,首先要修身齐驾 祖国各地,香港,台湾 世界各地,韩国,日本 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 新加坡,斯里兰卡,澳大利亚 同步学习四海一家 共同祈愿圣贤教育光照环宇 全球同学万事太平 欢迎来到圣贤教育全球同学网 建国军民,教学为宪 崇德新人,教学为宪 长治久安,教学为宪 诸佛暴土,教学为宪 极乐世界,教学为宪 全球同学,全球支持,圣贤教育全球同学网 龙天欢喜 阿弥陀佛 您正在收看的是圣贤教育全球同学网 远程教学节目 中华传统文化入门必修课 国风民安 教学为宪 这里是传统私塾教育 今天的课程是 教孩子的学问 各位同学 大家好 大家请坐 我们这堂课叫传统私塾教育 那么它下设很多小的课程 我们在上一次 有一堂课 叫做父母的恭敬心最重要 很多的观众反响很强烈 那么今天我们有一个新的课程 这个课程是专门来向大家介绍学生案例 也就是说海内海外 这么多年来 很多的学生在学传统文化 有些成功的 有些失败的 失败的很多 成功的少 那么我们这些年来 也见识了很多的地方 见了很多的家长和学生 我们体会非常深 为什么呢 现在的这个传统文化的学习和教学 也五花八门 怎么教的都有 真的最后结果 很多的孩子被耽误了 我们看到之后 家长难过 孩子也很沮丧 边上的人看了之后 对传统文化误会增加了 这都不是人们所愿意看到的 所以从今天开始 关于传统文化私塾的教学 传统化学校的这种教学方面 我们看到这些案例 那么借这些机会 供养给大众 希望能够对家长 学校的老师 在教学方面 能够有一定的这个启发 能够有一定的益处 希望大家不要走这些弯路 因为什么呢 孩子就像一张白纸 你说 他这上面有一道折痕 几个这个这个 皱折 你再给他去恢复正常 他那个印记还在 如果一次就正确的话 这些弯路都可以避免 我常常给同学们 做这么一个比方 你看我们这个手 这个地方是原点 从这个地方出发 到这儿 两年的时间 到这儿发现错了 哎呦 学错了 怎么办呢 他还要再回到这个原点 这归零嘛 这是什么过程呢 就是改正自己错误的 知见的这个过程 你得改自己的毛病学习 你学错了嘛 你的观念 你的知见都错了嘛 方法理论错了 回到原点 至少得两年 把这个错的改了 得需要两年的 回到原点之后 知道这是正确的 再从这儿走过去 又两年 多长时间 六年了 如果你的孩子 这是原点 他知道这是正确的 遇到好老师 善知识 这一跤就是正确的 到达这个地方 两年 正确的 只需要两年 错误的 六年 我常常拿这个 给大家做比方 孩子都很好啊 最后学出来 为什么就 千奇百怪呢 方向错了 就在这儿 所以这个方向 非常重要 你等到他再回来 重新改 晚了 比别人晚了 四年呢 所以我们今天 会听到 几个案例 我们可以对号入座 你的孩子 所受的教育 是不是这样子的 在家里边 你教育孩子 是不是这样的 所以无论是家长 还是老师 都很有必要 来听这堂课 最近呢 我们接触到一个孩子 他才四岁半 这个孩子 我们跟他相处了 有五六天的时间 发现孩子有几个特点 第一呢 他总是低着头 不讲话 然后眼睛 偷偷地看人 第二呢 就是这个孩子 就是 一 就是心神总是 不能安定下来 心神不宁的 总想妈妈 总是哭 还有呢 这个孩子就是 精力很难集中 尤其是在 读书的时候 东张西望 包括在走路的时候 还有我们都在 上课静坐的时候呢 这个孩子 别的孩子 一般都能够安定 目视前方 他会 这个挤挤鼻子 扣扣手 然后动动嘴巴 咬咬咬舌头 这样的小动作很多 有这些特点 后来呢 我们就跟这个家长交流 就发现呢 是这个孩子 以前经历过 有几所传统文化的学校 第一呢 就是说 有的老师呢 就是教 就是其他传统文化学校 老师啊 经历过的 就教这个孩子 说老师跟你讲话 你必须先把头低下来 然后手要拱 要拱起来 要把头低下 不能看着老师 所以我们就知道 孩子为什么会总是低着头 就是这样的老师 给教出来的 是 他就要求孩子这样 你看我们听了这个话 我们的感受是什么呢 现在很多老师是胡教啊 我们其实有很多感受 这么多年来 也不方便讲 现在有这么一个机缘 我们跟大众都汇报出来 我们在这里 我们不敢批评任何人 每个人应该都有自己的高见 但是呢 做老师的应该明白 如果误人子弟的话 师父老人家常常讲啊 庸医杀人 他是个糊涂的医生 他把病人治坏了 躲十八层地狱 误人子弟的那些老师 庸师啊 误人子弟 躲十九层地狱啊 那有恶报的 你不能胡搅啊 你比如说 孩子跟你说话 为什么不让孩子看着你 有没有什么道理 他们有没有讲啊 没有 就是说这样是手拱起来 那是孔老夫子手这么拱着 把头低下呢 表示恭敬 孔老夫子 手我们常常看到 父子像是这个样子 那么孔老夫子 见到三岁孩子 见到他的儿子 也这样吗 礼节有很多啊 有握手礼 现在我们都知道 点个头 也是啊 住牧礼 这都是礼节啊 有跪拜 礼节很多啊 这只是其中之一啊 这只是其中之一啊 那个孩子 见到老师 见到父母 长时间不见 要磕头啊 这个不行啊 对不对 所以我们不能说 看到 夫子像是这样的 就就就发明创造 就想象出来这个 另外弟子归里讲 问起对事物仪 长辈跟你讲话 不要眼睛乱看 更不能不看 你要看着老师 那怎么能不看呢 什么道理呢 所以我们教学生 你要有理论依据 你要有理论依据 你不能自己想象 你是想象了 那孩子回来 你看你教给他几次 一张白纸 他教个这样 他就这样 你们见到他这孩子 还是不敢抬头 是不是 是 他已经离开那个学校 有四个多月的时间了 你说这个孩子 走到社会上 头都不敢抬 跟人说话 不敢看人家 你说这个孩子 对他一生有多大的不好的影响 多坏的影响 他现在是从早上到晚上 习惯性的低着头 做什么事情都是低着头 不抬头 你看这一句话 对这个孩子的影响 而且很多家长不知道这是错的 老师说的吗 听老师的 是不是 他哪里知道 现在这些老师们 真正叫千奇百怪 因为他脑子是千奇百怪的 什么想法都有啊 他就愿意这么教 你说怎么办 那孩子四岁是不是 四岁半 多可怜 这个妈妈就讲呢 老师在教这个孩子的时候 就告诉孩子 你不能不许跑 就不可以跑 要安静 走路的时候 手必须放在这个 这个裤缝 手放在裤缝上 手不能自然摆动 走路都不可以啊 不可以 不能摆动 对走路不能摆动 他这些教法 要给家长一个交代啊 现在老师们 不能想怎么教就怎么教 你不能自己发明创造 你听谁说的这么教 你听谁说走路这么走 你得拿出来一句啊 所谓佛法常讲 依法不依人啊 你否则传统化学校 这些老师们都是 你教这么走 他教横着走 那个教竖着走 这个教爬着走 那能行吗 你得说出道理来 为什么呢 经典 依据在哪里 所以这个非常重要 现在就是什么呢 大家普遍都没有老师 看了一些古书 看了一些古书 也不知道是 我们是真的理解了 还是说一知半解 甚至有些他自得的解错了 上来就敢教 你说那还了得 谁教给你孩子这么走路的 你能不能这么走路 你上街上走走这样行不行啊 走路手都不能摆 什么道理 另外这个妈妈 见到我们第一件事情 我问 你们这让跑吗 让 要有这个体育活动吗 我说我们这有啊 然后这 我就问妈妈怎么回事 这妈妈就讲 以前那个老师呢 就让这孩子们不要跑 不可以跑 要安静 然后呢 尤其是机会 就是晨练跑步 不可以跑步 不可以 就是不用锻炼身体 要安静 从早上起床 四点多起床 一直到晚上 睡觉 一直是背书 除了吃饭之后就背书 也不让细劳 另外呢 就是说 问我们这个 不让孩子打太极拳 这妈妈就讲了 老师说了 太极拳不要学 时间长了会走火入魔 就不让孩子学太极拳 我们现在发现呢 这个社会上的孩子们 身体素质普遍到差 为什么原因呢 锻炼太少 一个人要想心清静 最好的方法 师父告诉我们 是心里念佛 心要静 身体要想健康 一定要动 那最好的动的方法 是拜佛 小一点的孩子 可以跑步 最好是早上起来 不要晚上跑 早上起来 我见有的那个学校 那个孩子 很少生病 六岁以下的 每天跑 一千米 两千米 身体很健康 我们看了都很惊讶 大一点的同学 每天 也要大量跑步 很少有生病 这不好吗 所以 师父常讲 心 要静 要定 身 要动 身不动 时间长了 那就生病了 还有呢 就是我们发现 这个 他虽然是个 四岁半的小男孩 但感觉 他的头脑 非常的 晕晕乎乎的 他不像 这个孩子 应该有的那种 天真 就是 应该小孩子 比大人要心 要清静嘛 受的污染少 但这个孩子 总是晕晕乎乎的 后来我们 就是 跟妈妈了解 说这个 孩子之前呢 就是 这个老师啊 大错小错 都是一样严厉的批评 导致这个孩子 觉得 犯大错 也是这么批评 小错 也这么批评 孩子这个 是非对错的标准 就混乱了 所以他头脑 就是乱的 有的时候 该做的事情 他也放不开 不该做的事情 他也是非常拘谨 这个状态 对 我们 说实在话 无论是做家长 还是 做老师 在教育孩子 这个问题上 一定要用心的去 学 用心的去教 这边我打个比方 这个孩子 他把这个茶杯 放在这个地方 该不该放呢 该放 但是 位置放的不对 放偏了一点 放在这 你要怎么样呢 尤其那个小孩子 摸着他的头 胖乎乎的嘛 很可爱 你告诉他 你说放在这个地方 容易掉下去 你要给他放在中间来 他不会掉下去 是吧 他下次又忘了 又放到边上来 你呢 还是跟他说 你记不记得 这次口气 可以稍微重一点 茶杯应该放在哪里呢 比第一次 要稍微重一点 第三次 他又忘了 你要给他过来 站好了 你就指这个茶杯 想 错在哪里 让他想 你表情是这个样子的 很严肃的 他想起来 哦 错了 你们看 我这三次的态度 不一样 孩子 他是活的 你的教育 也是活的 如果说 他第一次放错了 你上去就给打他 没道理 你凭什么呢 他是个孩子嘛 哎 你做一件事情 一次就能做对吗 大人也很难了 所以 你有分寸 将来你的孩子 也有分寸 妈妈爸爸老是 没分寸 上来就打 将来这个孩子呀 他脑子是糊涂的 他也没分寸 所以人有分寸 是交出来的 哎 分寸从哪里来呢 爸爸妈妈和老师 心要非常的安定 要非常仔细 要很周到 要有耐心 你那么浮躁 那你可不看着他 你就想揍他 那不行啊 哎 你什么事情 都严厉的骂他 打他 孩子没有分寸感 你说他茶杯 放到这儿了 你打他一顿 他偷别人东西 你还打他一顿 偷东西这种错误 和茶杯 放错位置的错误 他认为是一样的 你说这孩子 他是非善恶这个标准 从何建立 我们通过这一个例子 就明白了 不能那么交啊 能不能胡交呢 是不是 看到孩子 他的种种的表现 你一定要用心的 所以说真的是一个学校人很多 老师很费心血 知道这个孩子什么毛病 你看 同样打个比方 这个杯子放错位置 有的那个孩子 他很用心 有的那个孩子呢 吊着铃铛 那个这个父母 老师 对这个两个孩子 同样的错误 方法也不一样 吊着铃铛的 那你就得有的时候 罩他屁股 啪来一巴掌 或者发跪 让他长肌 行吧 那个孩子已经很认真了 他确实不如别人 这个时候 你还要照顾他 因为他已经很用心了 所以说 一定要在教育当中 用不同的方法 对不同的孩子 不同的情况 他是活的 你怎么能用死的方法呢 这个东西 写成规章制度 不能用啊 说放错了杯子 就打三下 不对啊 所以说 什么东西 他都是活的 因为情况在变 人在变 孩子每一天也在变 老师怎么能 家长怎么能 一成不变呢 对吧 这个不讲理嘛 所以说 教育一个孩子 很不容易 他是根据 不同的机缘 师不同的教育 应急说法 所以就要求这个老师 要全心全意的来教他 家长也是这样啊 你不能托 托付给学校 你就不管了 不可以 家庭教育 是学校教育的基础 另外呢 这个妈妈就讲 说这个孩子啊 在传统文化学校学习呢 是一个星期 接回去一次 然后接回去之后呢 这孩子就 妈妈让 妈妈让孩子干活 擦地嘛 这个孩子擦完地之后 抬头 就这屁股就问妈妈 妈妈 你怎么不夸我呀 妈妈说 为什么要夸你呀 孩子就讲 我们在学校里 我如果干完活 老师会说 你真棒 你真好就会夸我们 然后妈妈就觉得 就是觉得 又不许该怎么办了 哦 到底是该言呢 还是该夸奖啊 就迷糊了 对 你看夸这个字怎么写 一个大 是吧 上面是个大 下面是一个亏 吃大亏 就是夸 我们一定要知道啊 啊 对孩子 很多家长 那个学校的老师也有 尤其是家长 啊 夸自己的孩子 他们的 这个这个 理论是什么呢 这个孩子要是不夸的话呀 没有信心了 啊 没有信心了 这个都是跟西方学的 哎 我们关于家教 关于传统私塾 这种教育的 资料 文献 我们这太多了 没有一个朝代 四千多年了 从周到清啊 啊 没有一个朝代 没有一个家庭 上面写成要夸孩子 没有 西方人说了 他相信 现在很多这个 这个辅导班呢 教育怎么 教孩子 跟他做朋友 都叫这个 要夸他 哎 他就不知道夸 那个字怎么写 什么意思 自信心从哪里来的 不是夸出来的 夸 只能增长 他的傲慢 增长 他的这种习气 我拿自己举个例子 啊 你看我 啊 今年四十多岁 到现在 我的爸爸妈妈 没有夸过我 更不可能当着我的面 说一些 哎 好听的话 没有 一般都是提醒 小的时候是批评 长大了 提醒 总是把那个问题给你讲出来 见面的机会少 所以都说这个 你们看 我有没有自信心 我自我感觉 还有啊 怎么能没自信心呢 啊 所以说现在这个家长糊涂了啊 使劲的夸孩子 最后 这个孩子就被他夸坏了 那老师更是错误 啊 那应该怎么样呢 我们大家一定要知道 这个孩子干活 干得很好 他看老师脸色 看家长脸色 哎 点点头 不说话 好 为什么呢 让他知道 那是你应该的 无条件啊 哦 不夸奖你了 这个活你就不干了 这个人能是好人吗 有条件的 孝顺父母啊 干家务啊 不夸奖不干 这是好孩子吗 将来到了社会上 没人夸他 他怎么样 他就没有信心了 他的信心是 建立在别人 对他的这种 哎 夸奖上的 这个东西一旦没有了 他自信心就没了 这个人怎么能自立 师父常讲 心外求法呀 人 一定要向 内心去求啊 内心就是自己的德行 在自己的德行上 来找自信 德行不行 这个人没有本事 没有德行 生给夸出自信来 那叫轻狂 人家会笑话他 说你这么缺德 这么没本事 还还在那感觉挺良好 还挺有自信的 那不让人笑话吗 哎 所以说 我们这么多年 所见到的家长 十个有九个 都在夸孩子 他不夸 爷爷奶奶也夸 他不知道 这些孩子 通通都夸坏了 到了学校来 孩子为什么待不住 感觉到很失落 很落寞 地方没人表扬我 他不在这待着 将来他到社会上 也是 这个单位不行 没什么人 看中我 那个单位 没什么人夸我 他虽老辞职 老被人开除 脆弱得很 怎么哪里来的是 内心坚强 不可能 所以这个人 说 男儿当自强 他本来有一点 那个自强自力 都被你给夸没了 那个成了他活下去 成了他能够 走完人生的一个支柱了 你说你是不是在害他 哪一天不夸了 那次怎么办 怎么活呀 错了啊 所以我们常常的 和家长讲 绝对不要夸孩子 你看古书 哪一个有成就的人 说是夸大的 没有 我们看那个 真正有作为的 做了高官的 真是有本事啊 有德行 有学问 有能力 见到妈妈 恭恭敬敬 跪在这 你看妈妈脸色不对 跪在这 有犯错了 五十多岁了 老妈妈八十多岁了 妈妈也不看着 你看那古书上都有记载 自己一边反省去 真正能成就我 现在像这样的妈妈 没有了 这样的妈妈没有了 所以好孩子就没有了 伪人就没有了 满脑子都是西方观念 你夸吧 越看自己孩子越美 所以说 现在很多孩子 不知道什么叫谦卑 不知道什么叫恭敬 为什么呢 我多好啊 我父母都说我好 你干嘛不说 傲慢 谁教的 爸爸妈妈教的 曾国藩老先生讲 讨人嫌莫过一个交字 谁教的 父母 先教着 夸吧 所以现在父母老师 是糊涂的想法很多 不改 你的孩子 很难有出息 实在忍不住 你说我太想夸我的孩子了 背后 别当孩子的面 我们就问这个妈妈 说您这个四岁半的儿子啊 将来以后的理想是什么 这个妈妈就讲呢 这个老师啊 他们传统话 那个老师 就跟这个孩子 就培养这些孩子的目标 就是将来以后 让这些孩子 跟这个老师一样 租几间房子 然后带一些学生 就这么闭门教学 是一定是很明确 不与社会有任何交集的 然后我们就问这孩子 怎么以后在社会上立足啊 妈妈就讲 不与社会接触 不在社会上立足 这样 那这样教出来的孩子 都是怪物啊 你看看他 走路 手不能摆动 跟人说话低着头 然后手还要这个样子 那不像外星人吗 师父常常讲 在今天弘法立生 第一个记住了 要 本土化 你在中国弘法立生 大家不要觉得 你像个外国人的 师父讲 第二个 要现代化 也就是说 同时代的人 你不能格格不入啊 怎么能 还要 这个做不到 还要往下推 推到什么呢 跟大家不接触 你怎么弘法立生啊 话又说回来 你说这孩子长大了 你把他培养成老师 拿个家长杆 赶送过去 那这业障多重的 才赶送啊 这老师太奇怪了 路越走越窄啊 你教 你别说多了 你把三个孩子 教成怪物 因果责任 你要承担 话又说回来 谁都不敢靠近的 他走这条路 是走不通的 只会把这个孩子 耽误了 话又说回来 我们还要告诉给 这些家长们 如果你发现 这个老师想法很奇怪 很古怪 情理上讲不通 你最好 还是 再找一个学校的好 情理上讲不通啊 那不行啊 你的孩子的一生 你要负责任的 您正在收看的是 圣贤教育全球同学网 远程教学课程 中华传统文化入门必修课 另外呢 这个四岁多的小男孩啊 很讨厌干活 我们教这些小孩子们擦地 其他这小孩嘛 就怎么教怎么试 就这个孩子 他就绝嘴不高兴 说我不愿擦地 就很烦 我们就问这妈妈什么原因 这妈妈说 这孩子以前上那几所 传统文化学校 都不让干活 就是背书 然后这个妈妈呢 就觉得 肯定要听老师的 孩子回到家以后 也是抓孩子背书 书背不过 字写不完 就不允许吃饭 干活不让他干 我们常常听到 有这么一句老话 说这个孩子是个废物 为什么呢 无骨不分 四体不轻 手巧不利落 笨笨的 什么都不会干 四体不轻 这叫什么呢 这叫废物 会背书 行 说咱们今天家里来客人了 把屋子打扫一下 那孩子说 我背段书吧 那屋里就干净了 现在父母要吃饭 你来伺候 你背段书 饭菜就摆在面前了 这不成不食人间烟火的书胎子了吗 凡是这么教的 不让孩子干活的 这些学校老师 你都要承担因果责任的 你把孩子叫成废物了 还是那句话 你有什么依据没有 说唐朝 宋朝 汉朝 某一个时候 教孩子们 不让干活 有吗 我们这个地方 上万藏书 有很多文献资料 真的是 从周 一直往下 一直到清 历朝历代的 传统文化学校 那个时候不叫这个名字 人家就叫学校 这些学校 他们的教学方法 课程 包括老师的这些 我们通通 都有一手的资料 你不能瞎教 你发明创造 可不行 凭什么不让孩子干活 为什么 你讲出道理来 你自己想 那不行 你是要不负责任 所以 孔老夫子所讲的话 师父常常讲 数而不做 信而好古 你不能发明创造 凭什么听你的 不是我说的 是古人代代传下来的 这个方法 历朝历代 出了多少贤人 圣人 伟人 都是这么出来的 所谓经过最伟大的科学实验 就是经过时间和空间的考验 它证明给你看 这是好的 这个原理 这个方法 能够培养出 最接触的人才来 你能不用吗 所以我们现在看到传统文化学校 五花八门 千奇百怪 各立山头 谁也不听谁的 想怎么教就怎么教 他不知道 教孩子要战战兢兢 如履包柄 巫人子弟 师父常讲 堕十九层地狱 你何苦来呢 你是好心 你是为了做好事 你为了人家孩子好 为了人家好 为了正法久住 为了传统文化 光大 结果你到十九层地狱去了 你说你冤枉不冤枉 道理何在呢 自己没有老师 所以我们常常讲 家长要去找这个学校 要去找这个老师 你在那上学先问他 你的老师是谁 要问他有没有师承 没有师承可不敢 自己发明创造 哪里可以 你不能瞎教 孩子是你自己的 所以一定要慎重选择 这个太重要了 开不得玩笑 我们通过跟这个孩子接触 了解他的情况 就感觉这个孩子很可怜 在学校里面呢 是经历了几所传统化学校 就是一家一个教法 另外呢 回到家庭里面 这个亲戚朋友啊 尤其是这个姑姑不学佛 就很 而且很喜欢这个孩子 一星期必须要见这个孩子一面 接到这个姑姑家里面 然后给他买好吃的 玩 鼓励他做小动作 就是鼓励他这个 这个不听话 说妈妈怎么说话 不听 就可以不听 后来我们就 妈妈也很奇怪 说 为什么要这么教孩子呢 就姑姑就讲 按照你们的教法 把孩子都教傻了 你现在社会人不都这样吗 你不让他 就是这么 就是学会了这么机灵啊 这么讨人喜欢啊 动物小动作多可爱啊 你不让他学会这些 将来以后到社会上 怎么立足啊 这妈妈就很痛苦 今天全社会 不要光说这个姑姑啊 海内海外 都是这个样子的 我给大家举个例子 是吧 你看 我们脑子里西化到了什么程度 过生日 应该就是你过生日 你看你们俩脑子里是西方的观念 拿着那个蛋糕 不好好吃 都扣在脸上 扣在身上 美其名曰啊 这叫快乐 我告诉你 这叫什么呢 这个叫造罪 为什么呢 那我问你 那个东西是不是粮食 能不能吃 能吃 能吃为什么要扣在脸上 为什么扣在身上 你说这是快乐 好 你要说这是快乐 孩子把那碗米饭倒了也快乐 你没话说 对不对啊 大家都可以拿这个当快乐吗 过生日 咱们把这桌子饭粥了 快乐 这是一段家庭聚会的录像 老奶奶十分高兴 因为儿女们和孙子今天都来了 大家能聚在一起十分难得 我们看到家里的大人一直在忙 只有这个孩子什么都不想管 这时孩子的妈妈讲话了 她要宝贝儿子表演个节目 给大家助兴 这就是现代教育 西方教育培养出来的新式孩子 跟谁学的 我看那个西方 拿着 庆祝胜利 拿着一瓶酒 哎呦 到处撒呀 那个西方这种节日很多 好像是那个西红柿 西红柿长成熟了 大家就互相砸 中国自古以来没有这 教个孩子 除何日耽误 汉地何夏土 谁知盘中残 历历皆辛苦 我们现在说这话 估计很多家长或者一些孩子 会笑话我们 什么年代了 你看人家多快乐 如果他那个是对的 我们老祖宗 这个是错的 那么 你要反问自己 世界上四大文明 为什么中华文明 还保留着 活下来 那三大文明 灭亡 到底谁对 谁错 那么糟金东西 哎 你看我采访那个人 他当时说了一句话 三十六万一顿饭 那个嘉宾 他说 你看人家西方 他就说过这个话 他的思想 还是在停留在 五六十年代 对 没跟上行事 刺激消费 加速 没有消费 就没有 没有经济的发达 你看在西方 都是学来的 跟哪里 电视 网络 媒体 哎 跟这个学来的 西方人就说 人家活得真过瘾 是 你过瘾了 民族灭绝了 子孙断绝了 绝后了 这叫好人吗 一说我们现在是 丁克家庭 这都跟西方人学的 不要孩子 行 民族灭绝了 过去我们常常讲 断子绝孙了 现在他主动要这么做 这是我的权利 我的自由 整个这个世界 到了今天 善恶是非 没仇的标准 通通都混乱了 所以你刚才说 那个姑姑 说那个话 是正常的 如果他看到 礼记里面 常礼举药 一日常规 这传统文化基础课程 弟子规里的 他看到这孩子这样 奇怪 父母教续静听 父母则续顺诚 奇怪 因为学校鼓励什么呢 现在是一个张扬个性的时代 你要让 你的孩子太没个性了 千篇一律 太没意思了 你要跟你妈妈 跟你爸爸 斗争 现在社会教这个 在这种环境下 你们想想 他的姑姑说 这个孩子 父母就要续静听 父母则续顺诚 战有战相 座有座相 他鼓励这个 那不正常 他没学过 他怎么会说这话来 这不正常 大家天天学的 都是烦的 你们现在 我们现在 这是不正常的 为什么才是说这个 为什么你们不 你看你们是做义工的 没有任何报酬 这一辈子 就是干这个 伺候别人 你们的家里 周围的人就 神经病 干嘛伺候别人 换句话说 你们为什么要当好人 多亏你们父母学佛 你们才能 在这做义工 否则的话 没有信仰 没有这个支持的话 人家两句笑话 你们就不干了 现在是这么一个 局面的 你讲不出理去 为什么呢 大家都在问 你为什么要当好人 是这么一个情况 你还能讲理吗 所以我最近听说 网络上有一些同修 说能不能请陈老师 讲一堂课 这个老人摔倒了 到底该不该服 我希望我 希望我讲一讲 讲讲也行 有用吗 老人摔倒了 该不该服 你说该不该服 这个都得都成了问题了 那你说我有什么好讲的 你们想想 这还有什么好说的 我觉得这些都是重要的信号 提醒我们 我们这个民族五千年了 它有伟大的传统 光荣的历史 它能到现在 举世工人伟大 最伟大的文明 人类的瑰宝 现在把它全部推翻 都西化了 所以 现在传统文化 教学很难 阻力很大 原因是什么呢 举世的善恶是非 没仇 至于 这个标准混乱 谁不听谁的 一万个人 有两万个标准 一个人就两个 就仨 你说你怎么办 还有呢 这个妈妈就讲啊 就说 这个孩子我在家管得特别严 我说您都怎么管 说 撒谎 我就跟他说 你这样以后多地去拔舌 就把你舌头拽出来坑地 拔舌地狱 拔舌地狱 然后犯什么错误 就是拿地狱变样图给他看 你看 你犯这个错误 就到这个地狱 就是用这个来教这个孩子 但这孩子太小 嗯 效果怎么样 就当时 头一低 害怕 一会儿就没事了 这妈妈就很头疼 说 说的这不太挺老实 过后吧 该怎么样怎么样 不改 那个毛病 师父常常讲啊 过去的这个城隍庙啊 就教这个 哎 地狱的景象 给你划出来 给你泥塑 木雕 给你 给你摆在面前 真吓人 一年得看个几次 确实起到这个作用 但是呢 确实要会教 哎 我们 常常听师父讲 过去有祠堂 有祠堂 祠堂是叫孝道的 干了坏事 跪到先祖面前 呀 感到羞耻 大家围着他 你看别的孩子都很好 是吧 哎 孔庙 父子庙 是教师道的 尊师宗教 你得有老师啊 你没有不受教育 成何人 是吧 第三个升级了 是什么呢 城隍庙 教英国的 所以他有次第 我们在一开始 教很小的孩子的时候 要知道他 与生俱来 所谓 修恶之心 人间有之 你别看他不会说话 他都知道害羞 从小 叫父母去培养他 这个 害羞不害羞啊 这个话要常说呀 是不是 在这种情况下 这个孩子 从小就知道 做坏事 害羞 没脸 这种教育好 哎 那么有的孩子 到这之后 他根性很好 你就能看出来 用不着 打他 骂他 他自觉 脸一红 他就改了 有的孩子 确实前世的习气 带过来 顽略得很 哎呀 怎么打都不行 哎 你确实得要用 严厉的这种 升级的 因果教育 告诉给他 啊 先看看 可怕不可怕 可怕 那个小孩子都懂啊 哎 大老虎把你吃了 哎 他害怕 哎 他都怕死吗 贪生怕死 是一切 哎 这个人也好 动物也好 是他们的 遇生俱来的 所以说 你告诉给他 这个 他也害怕 他有畏惧性 哎 等到他稍微懂事了 他明白什么 叫地狱的时候 哎 你在给他讲 哎 那个确实比老虎管用 他很小的时候 你跟说大老虎 就很管用嘛 你跟他说地狱 他不懂嘛 所以说 一定要契机 哎 从最开始的羞耻心 修恶之心 哎 给他慢慢启发 让他能保持住 啊 然后再怎么样呢 师父常常讲 那个时候 他恥于做坏事 哎 用因果教育呢 他不敢做坏事 这两种教育 都是必须的 啊 告诉给他 做一个坏事 一定有个恶报 那是真的 那否则 因果定律就被推翻了 哎 再给他看 地狱变相图 那是做了极恶的 恶业 他才会这样 还是那句话 如果这个孩子 啊 他就是 这个 说了两句 不该说的话 你就说他到跋涉地狱 你又把这个是非的 轻重给他混淆了 他没到那个地步嘛 是不是 骂父母 骂长辈 骂老师 那可真是跋涉地狱 为什么 他是轮场 轮场破坏了 哎呦 所以我们看历朝历代的王法 就是法律 大明律 大清律 你看 十恶不赦 天下大赦 他不能够赦 不能赦免 为什么呢 犯了十恶罪 这里面你比如说骂父母 打父母 死罪呀 那还了得 由此我们就知道 历朝历代 是用法律的形式 来保障 沦常道德 不乱 社会井然有序 所以这些东西 要慢慢告诉给孩子 哎 罪有轻重 不能上来给他抢地狱 是吧 他有轻有重的 今天我接到一位父亲 打来的电话 他就咨询 他说他的孩子 在一个传统文化学校学习 然后现在 爸爸就很痛苦 不知道该怎么办 他说 他很想把这个孩子 贡献出来 就是培养他 做传统文化的老师 因为 这个 老爸是在讲经浪中 总提到说 缺人才嘛 但是呢 他孩子 现在所在的 这个学校呢 第一呢 这个经常的 搬家换地方 第二呢 就是说 这些孩子呢 老师给孩子们放 电视剧看 这爸爸不理解说 为什么要看电视剧 不要 什么电视剧 就是现在电视台 播的那种 现代的电视剧 那里边杀盗 淫妄 剧组啊 都有啊 然后爸爸就很奇怪 就问老师说 咱们不是要 先给孩子 断掉这些污染源吗 为什么还要 看电视剧呢 老师就讲 从里面 学一些 人情事理 然后就有时候会 他们教育点 是什么呢 你看这个孩子 多苦啊 你比他们 有福报多了 你要好好珍惜 就是 但是可能 爸爸就讲 有很多负面的 一个影响 我们觉得 这样的老师 这样的学校啊 他的发心 是好的 希望孩子 人情事理要通 了解社会 是什么情况 就好像是 要让他 喝这杯水 但是你有没有想过 这里边有毒啊 你能不能让他喝 这个东西 可不能够 随随便便喝 不能碰啊 人情事理 有的是地方 有的是方法来学 不必用这种方法 因为它的副作用 代价太高了 还有呢 这爸爸也很苦恼一点 就是 这个 这些孩子们呢 就他孩子所在 这个学校 老师经常 带着这些孩子们 出去参加一些 传统文化的活动 表演节目啊 手语啊 唱歌 就说 频繁的 只要一举办 这样的活动 就把孩子们带出去 像赶场一样 他说 这个孩子 怎么能定下来呢 然后 然后 那个老师就回答 就在这个过程当中 练孩子的定力 那这个孩子是罗汉 阿罗汉 比阿罗汉还要高 菩萨 师父常常讲啊 在那个五光十色的商场里去修定力 那是一般人吗 阿罗汉以上的境地过位 才可以那么凶啊 所以我们还是希望大家要多听清啊 不要误导大众 你比如说 孩子常常去赶场 去参加这些歌舞表演 虽然内容是传统文化的 我们可以这么说 弟子归上这句话就破坏了 哪句话呢 不立行但学文 那个文也包括文艺 亲戚说话 长浮华成何人 那孩子都叫坏了 学子 第一个 要求学 要在德行上扎根 要在学问上扎根 而不是在才艺上扎根 那会把孩子毁掉的 所以我劝很多的传统文化学文 如果这孩子会唱歌 会跳舞 尤其是学跳舞 学了好多年的那个 我劝你们要慎重 为什么呢 他根基不老 我更劝那些家长 最好不要让孩子去学这些东西 他跳舞 跳五级 跳八级 是吧 平时上多少级 对他学业 一点好处没有 为什么这么说呢 学唱歌跳舞 从古至今 传统文化教育里没有这个 那都是现代人发明 西方传过的 你把那些证书放桌子上一摆 只能证明这个孩子受污染的程度 所以我们一定要了解传统文化 很多的家长说实在话 确实外行 他也不认真学 有时候一直半截 很多学校也是 把学生们拉出来 歌舞表演 错了 这个东西能管什么用啊 咱们说一句最实在的 将来这孩子到社会上工作 说我给你跳段芭蕾舞 哪个单位就要他 这东西能当饭吃吗 现在这个社会 海内海外是很乱的 凭个脸蛋 说这个孩子身材好 哎呦 这话都能说出口来 我这闺女身材好 哎 脸蛋好 就能当个明星 就能赚大钱 这是乱世的表现 智识不可能 唱首歌就能够赚那么多的钱 就能够荣华富贵 那是典型的乱世的标志 那不是好现象 好现象是什么呢 有德行 有学问 有能力 这样的人 能够得富贵 得荣华 这是盛世 脸蛋好 靠这些东西 演个小品 或者是说个相事 就能够富贵荣华 这真正叫乱 因为什么呢 天下孩子们的心 家长的心 统统都乱了 为什么 这好 你看 又轻松又简单 看这些书干什么 这个民族 这个文明 就都断掉了 就在这一带断掉了 就靠这个就能断掉了 他不想学 他笑话你 你学这个 所以他都在脸上用功夫 在嘴皮子上用功夫 耍贫嘴 所以过去那个孩子 敢耍贫嘴 你看那个电影里就有了 敢学舍 那个家长 不许耍贫嘴 马上这一句 我们都看过这电影 还整天老老道道的 妈 想你早讲来讲去 总是这一个故事 现在已经没有人要听了 我背也背得出来 一开头 他总是这两句 我真傻 真的 我单知道下雪的时候 小贼 不许这么油腔滑掉 你就知道 家教之言 才能出来 贵子 寒门出贵子 为什么呢 有德行 有学问 有能力 现在是耍贫嘴 都能荣华富贵 这难道对吗 所以有些人说 这些是落伍的 他这个是先进的 那个不会太长久 为什么呢 饿的怎么能长久呢 错的怎么能长久呢 尊敬的世界各地同学 大家好 本次课程已经结束 恭请各位肃力 让我们以无比感恩的心 感念中华先祖 人类先祖 对后代子孙的挚爱 感念 古圣先贤的伟大教导 感念 敬爱的导师 半个多世纪以来的 慈悲教诲 感念 所有授课老师 孜孜不倦的教化 感念 国家和君主的 培养 护佑 感念 父母家人的 养育和关爱 天地 君 亲 师 恩德永不忘 我们愿意 所有的讲课 听课 和修学的功德 全部回向给 天 地 君 亲 师 和一切众生 祈愿 奉持经界 喜心 异行 国艺 秋聚 弥补 萌华 天下 和顺 日月 清明 风雨 以时 灾历 不齐 国风 民安 兵歌 无用 崇德 新人 勿修 礼让 国无 盗贼 无 有 冤 忘 强 不凌弱 各得 其所 我们也 再次感恩您的 共同 修学 恭祝您 六时 吉祥 到夜早晨 阿弥陀佛